那前面宁舍扣物一体机的视频 大家看完之后呢 就有很多小伙伴在后台在私信我们说 这个服务器要怎么用啊 还有的问 开源大模型能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助力和赋能 毕竟性能这么强大的服务器成本花销也不小 所以呢 这期我们就准备把这两台服务器 正式的部署到我们的宁舍机房 现在新机房还没有建好 所以我们的小伙伴呢 准备了两张桌子来上架 这个服务器 那如果有条件的小伙伴呢 还是要买一个承重比较好的机柜啊 这样心里比较踏实一点 来上架 看你上架好了啊 大家别看我们现在这个机房条件比较简陋啊 但是为了保证这个电力的充足 我们特地还找了物业 做了一下电力的扩容 那现在呢 再给大家重测一下我们这两台服务器的配置 那这个DR3050呢 搭配的是两颗AMD9334的32核的CPU 那384G的内存 那前面的硬盘呢 是两块960G加4块3.840G搭配了四张48G PCIe的GPU 那后面的网卡呢 是一张25G 还有一个四口的千载网卡 那这个DR5000呢 搭配的是两张858的CPU 1.5T的内存 那前面的硬盘呢 跟这个DR3050呢 是一样的 那它的GPU呢 搭配的是一个8卡NWNink的GPU 总显存呢 是1128G 那后面呢 只搭配了一张双口25G的网卡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网络设备啊 那由于DR5000搭配的是一张双口25G的网卡 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 可以放在两台不同的交换机上做下荣誉 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里呢 只有一台万兆的设备 那我们就计划把这个双口25G的网卡呢 都连到我们这台光纤交换机上 那这台DR3050呢 又有光纤的网卡 又有RJ45的网卡 那我们还是计划 用数据比较大的光纤 还是连在我们这个光纤交换机上 大家看到 我们下面这台就是我们的网管的交换机 那我们就计划呢 加两台服务器的IPMI的管理接口 就连到我们这个网管交换机上 那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到 安装Niss Cube的一体机的TOP结构 还是比较简单的 基本上接入了内网就可以了 那这两台服务器呢 作为我们公司AI的算力来源 那主要就是用来跑大模型的推理服务 那其他周边的AI应用呢 我们就计划安装在这堆通用服务器上 以虚拟机的形式存在 把应用跟服务都分开 尽量的不要安装在一台物理机上 那如果后面呢 有排错的话 那对我们机会小伙伴也比较方便一些 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家电棉网 大家看到 这两个服务器都已经成功的接入了内网里面 那那算力呢 那在机房的工作 就已经完事了 哎 玩上机房了 这个声音还不算大 还可以啊 好事 那大家看到了 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 现阶段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AI能解决问题 但是到底怎么解决问题 大家都很迷茫 那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想 AI能不能全流程的参与到我们公司内部的工作流里面 那现实的确很苦感 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在某些流程上引入AI 那作为一个自媒体的视频博主 那我相信最头疼的就是内容 我们曾经有过连续三个月蛋羹的记录 棒棒 那为什么呢 就是内容枯竭 没有一个我们觉得合适的选题 甚至到了怀疑人生将难才尽 但是AI不一样啊 就算没有 我觉得它都可以硬上 所以我们对于AI帮我们解决选题 这个难题很有信心 那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每天会有各种各样的热点出现 如果我们做到每天都能蹭热点 而且还可以跟自己的本行业本专业相关 那不是日更也不是梦了 所以呢我们内部的开发团队就做了一个 针对专制选题焦虑的智能体 俗称选题无忧小达人 那所有的设计呢 都是基于DeFi这个开发平台来搭建的 那DeFi的主要特点呢 就是界面非常的直观 并且功能很强 它可以支持AI的工作流 RAG的检索 Agent的智能体 模型管理 这些功能 那我们这个工作流呢 是怎么设计的呢 我们首先呢 通过这个爬虫引擎 去收集我们想要的信息 那一个就是内容 一个就是热点 首先我们需要专业的知识储备 那让我们的AI成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专家 所以呢我们就准备抓取一些优秀的 科技行业博主的视频 甚至文章 当然了 如果你是情感博主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主要是以视频的形式 对外输出内容 所以呢我个人倾向于抓取视频内容 那想做的事情呢 就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不仅需要他们的知识 我们还想把我们想学习的博主的风格 以及叙事方式 当然了 还有他们的知识都学习一遍 总之呢 我全都要 如果要下载他们的视频 挨个分析的话 估计这个对服务器还是有点压力的 毕竟那么多博主跟视频 所以呢 我们就不打算下载视频了 而是将他们的音频保留下来 那H3C这两台服务器呢 都配备了4块3.84T的硬盘 总容量超过了10个T 那存储这些音频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对于这些知识数据来源 由于国内外的网站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反爬虫的机制 我让我们研发的小伙伴 还专门开发了一个小工具 通过这个工具呢 是可以直接可以根据你指定的页面 下载视频里面的音频文件的 还有字幕文件 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 专门增加了一个UP主 知识管理的模块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添加你喜欢的博主的主页 B站啊 油管啊 都是可以的 你甚至可以把一整个UP主 所有视频里面的音频或者字幕 无论是历史视频 还是最新的视频 它都可以下载下来 那这个任务呢 是一直在运行了 有最新的视频就给抓下来了 那这个就考验你存储空间 以及外网的网数了 那理论上呢 只要你愿意 整个科技区所有的UP主的视频 还有字幕都是可以下载下来的 你看我们在这里呢 已经下载了这些B站跟油管 科技区UP主这么多视频的音频部分 如果能单独下载字幕还好 如果不能直接下载字幕 就只能从视频里面 剥离它的音频部分 那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工具 当然也是开源的 那但是对于音频 说中文的博主还好 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说中文的 或者说说普通话的 还有一些海外知名的UP主 甚至还有一些本土的方言博主 所以呢 我们将音频拿到手之后呢 我们就会将它的音频 转化成文字 当然啊 翻译这种听不懂的语言 以前可能很难 现在我觉得可能是 大模型的机操了 那我们呢 加了一个文字翻译的功能在这里 等于有中文字幕的 就直接保存到 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那英文字幕呢 就翻译成中文 再保存到知识库里面 那如果是音频 就把音频转化成文字之后 再走一下上面的流程 无论中英文 全部都会转化成中文的文本文件 那这个呢 也是需要大模型算力的 虽然开源模型里面 DeepSeq R1的效果更好 有79.8分 但是为了节约算力资源 我们还是用的是 75.2分的 千问32笔的模型 毕竟 算力资源要求更低 那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是放在 DR3050上面的 那有了上面的文章 还有up主这些资料 就保证了我们的知识体系 都是新的且正确的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训练的数据了 那我们需要把这些 都喂到我们的 向量数据库里面 所以呢 我们后台还用DeFi 给这些数据库 建立了一个知识库 包括他们的知识 知识 习惯 以及说话的口吻 方式 那下面呢 就是我们抓住热点的机会了 那我们通过每天 爬从每个网站的 头条热点 比如微博 头条 抖音 百度 这些主流科技媒体的 热点或者事件 当然如果你是做 某些本地生活的 你就可以了解一下 当地主流新闻网站 或者你身边的大人物 或者事件 反正呢 这个对我们开发小玩家来说 是可以自定义的 总之呢 就是让我们一直 对处于风口浪尖的 热点事件 有一个及时 且快速的了解 那这些热点事件呢 就是我们灵感的来源 那这时候 就到了让AI 真正干活的时候了 让他们去把这些热点事件 跟我们所处的行业 做深度的发散跟关联 也就是让AI 替我们去想 去思考 它甚至呢 可以对每一个热点事件 都可以产生关联性 所以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 热点事件的板块 它可以管理过去 甚至最新的热点头条 那这个板块呢 我们也是让它 7成24小时 一直在工作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是可以做到 全网热点事件的汇总了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API 或者是通过爬虫 在这个工作流下呢 我们不仅要抓取 热点事件的标题 还要分析文章里面的内容 好在呢 内容通常呢 都不会很多 对AI算力的资源 以及网络的要求都不高 我们用的依然是 Deepseek 671B的模型 那行业知识储备有了 热点新闻也有了 那就到了 双向奔赴的时候了 那由于博主的知识库 我们做了分段切片的处理 那对于这些热点事件呢 我们就结合我们所处的 行业的关键字 对它进行的关联 让它首先会生成一个 有意思的标题 就像这个 热点是75万元采购防火墙 实为299元路由器 那AI给的选题是 今天架杀背后的服务器启示录 75万防火墙 竟是299路由器 当然如果你是情感博主的话 AI也给了另外一个选题方向 75万元买路由器 这荒唐采购背后的权力游戏 如何影响你的心理健康 反正呢 一切都是自动化的 而且是可以自定义的 跟你们所处的行业 可以做到深度关联 那由于热点太多了 而且选题方向呢 也比较发散 我们开发小班呢 还对这些标题 或者说选题方向 做了一个打分的处理 便于我们排序和快速的筛选 那到这里呢 你基本上可以速滥 当下热点里面 所有与你相关的选题方向了 你可以根据AI指引的方向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 你个人喜好进行选题 那上面我们提到了三个流程 都是7×24小时工作了 等于一个AI编导在全天24小时 都在给你输入灵感来源 和制定选题方向 因为这些流程 对AI算力消耗的资源都不大 算力以及电力允许 他们可以不见得的工作 但是最消耗算力的部分 主要是在具体选题的内容生成上 所以呢 我们这块的工作流 就放在了更高端一点的 第二五线上面 由于我们的视频通常在15分钟左右 为了保证生成内容质量 连贯性 模型的运行效率 我们把上下文的长度都改成了5000 那我们在系统里面默认的 就是选择打分最高的前30个 来生成具体的内容 那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一天内同时 对多个热脸世界 进行点评 以及内容制作了 那大家还记得 这个UP主的知识库吗 那生成的内容呢 会先从知识库里面找 如果没有的话 它才会用到这些大模型 训练好的知识库 那你的参数级别越大 大模型就应该是越聪明 也就是我们收集的 同类型的UP主越多的话 它就会越聪明 那内容呢 就会越精准 那再加上一个聪明的 大语言模型 从旁辅助 所以呢 我们这里用的就是 DbSig R1 671模型 来生成具体的内容 那我们30条15分钟的 视频内容 全部生成下来的话 大概呢 也就在一个小时 那你吃个饭 回来的话 就差不多了 但是 你如果要挨个看 具体的内容 也挺费时间的 毕竟也有几万字 所以呢 为了节约时间跟精力 我们又对这些 生成的内容 再次打分排序 优中选优 这个就是我们排名 第一的文章 大家可以截图 看一下内容 到底怎么样啊 由于我们在 UP主的知识库里 已经有了大量 博主以往的 录音文件 那这就意味着 我们是知道 他们的表达方式 和说话语气的 Intel has been a fortune 500 company for as long as I've been alive 所以呢 在生成的文本上 我们会参照某个UP主的 视频表达 陈述方式 让生成内容呢 不那么AI 更像人一些 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你可以看一下 刚才那个内容啊 而且大家 有没有发现 我们旁边 还有一个语音的文件 大家可以听一下 天价X背后的 启示录 三一发万房 火墙竟是 秋南连路由器 近日 重庆三峡 这个呢 就是我们模拟 某个知名UP主的 语音做的输出 S今天价X背后的 服务器 启示录 三发万房 火墙竟是 初南连路由器 S近日 当然了 你想用自己的声音 或者其他博主的声音 做输出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对于音频文件 我们还特地做了一个 音频样本库的板块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添加任意一个 音频文件样本 作为文案音频输出的声音 那按理说 到这里呢 我们的流程就已经结束了 文本音频 你都已经有了 就可以进入到 录播 或者是 视频制作的过程中了 但是我也想在 后期制作阶段 也想提高效率 毕竟一天要发 几十个视频的话 也有不少 后期的工作量 所以呢 我们做了三个方向的尝试 那第一个呢 就是紧紧生成音频文件 那有了音频文字 剩下的就可以交给 后期来找素材了 当然 你也不能所有的 都用外部的BRAW素材 还是要用一些ARAW的画面 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方向 所以呢 我们就加入了 这个数字人的模型 把我们自己的视频素材 放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的 开源数字人模型的效果 都不是很理想 天价差背后的启示录 闪金发布万房 火强近视 Q弹联络游器 好在呢 我们有音频文件和文字内容 那外部的一些 B原的数字人模型 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生成的效果 天价差背后的启示录 闪金发布万房 火强近视 Q弹联络游器 那通过上面这个方式呢 理论上完全可以一个人 通过ARAW的方式 讲完整个选题 那后期的小伙伴 只需要在中间 插入一些合适的BRAW 就可以完成制作了 那当然了 如果后面有好的 文生视频的模型 出来之后呢 可能中间BRAW的部分 都能够通过AI生成 那后期呢 就可以节省更多的工作量了 所以呢 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这套系统 跟两台012Q5 一体机的硬件条件下 我们只对 一个今天的热点内容 做一个文字 音频 还有图文的生成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能得到什么 需要多长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开始 那这个呢 就是输出的结果 大家觉得 效果怎么样呢 天价差背后的启示录 闪金发布万房 火强近视 Q弹联络游器 当然了 上面这些就是我们自己 对自身业务的一些想法 并不是十分的成熟 主要呢 就是想尝试 通过AI来提高 我们的工作效率 由小到大的 去逐步覆盖 我们的工作流程 也想通过这个视频 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如何去思考 用AI来解决问题的 那对于我们这个流程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或者在别的领域 有可能通过AI 能解决的痛点 也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交流一下 那我们后面呢 也会争取推出 更多相对通用的行业 AI解决方案 好的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